老哥蒙好,天王顿蘑菇,我是Z师傅 闲话不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部JUL858 老彻坐到餐桌前开始翻看东京日报 早睡早起,读书看报,这么自律,有文化 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老色P吗? 只是他多少有点心不在焉,时不时就抬头瞅瞅对面 终于,听到一阵哭擦的开关门声,老彻连忙挺直了腰板 下一秒,儿媳小华走了过来 翁西俩互到早安后,小华连声夸赞老彻精神好,起得早 双方交谈之际,老彻一双色咪咪的大眼睛 时不时就偷瞄小华那对大咪咪 小华却并未察觉,只问老彻早餐想吃什么 老彻回答想吃鲍鱼 小华表示反对,早餐不能吃得太过昏腥 接着他便开始准备饭菜 老彻的眼光却是紧盯着他不放 还假装去冰箱拿冰淇淋 实际却瞅着小华的大屁屁,狂吃冰淇淋 好吧我错了 又没完全错 原来老彻早起家看报 只是为了跟小华制造碰面机会并视尖他 不愧是你 之后小华出去晾衣服 老彻则继续偷瞄 被发现后就假装揉肩膀 有类似经历的同学请举手 人美心善的小华回到屋里 不是质问老彻偷窥 反而问询他为什么一直揉肩膀 他真的,我哭死 老彻说可能是打灰 哎不对,是打高尔夫弄的 小华便主动提出帮他按摩 当小华的一双鲜鲜玉手 按压在他身上 老彻只觉全身都软了 只有一个地方是硬的 而当他丰美的肥臀 坐在他的屁股上 老彻感觉胯下的沙发 都要被他捅破了 7点15分 小华摆满了一桌子的早餐 有蒸羊糕 蒸熊掌 蒸露 hunter 你他妈管这叫早餐 比我们家年夜饭还丰盛 这时候老彻的儿子 小华的丈夫 大牛终于出场了 一家人边吃边聊 原来小华不仅每天早起操持家务 白天还要上班 大牛怕他辛苦 就劝他辞职在家做全职太太 但小华觉得在家闲着也是无聊 所以并没有答应 只是表示会考虑的 第二天清晨 老车又像往常一样 隔着窗户是肩小华 他那白生生的大腿 看得老车着实难崩 当小华晾完衣服后 老车又拜托他给自己按摩 人美心善的小华自是欣然同意 然而 由于今天两人的姿势不同以往 从老车的角度看过去 小华那白色的内裤便尽收眼底 老车再也把持不住 一个恶狗扑食 之后发生的事 就是同学们都不感兴趣的肉搏环节 我们直接跳过 吃过早餐后 大牛回房整理行装 老车也不再装作剪筷子 而是直接从桌子下爬到小华身前 继续品尝他那肥美的鲍鱼 晚上 大牛问小华 辞职的事情考虑得怎么样 小华表示不会辞职 在家太无聊 其实是想逃避老车 大牛以老车年纪大了 需要人照顾唯又继续劝说 小华则反驳 老家伙精神得很 可不咋地 射了一次还没够 精神那是杠杠地 大牛苦劝无果 只好作罢 第二天清晨 小华扛着扫帚过脊 来到门外走廊打扫 之前经过客厅时 并没有像往常一样遇到老车 让他又是庆幸 却又有一丝失落 然而 此时的老车 正在另一边练习挥杆 听到动静后 立马窜了过来 一把攥着小华进了卧室 8点16分 当小华回房换衣服时 却发现骨肩仍有老车 之前摄入的白浆溢出 手指把弄着那浓浓的粘液 小华的神情复杂 著名色学家卧霞策德说过 事不过三 经历过老车一而再 再而三的培训后 小华也逐渐喜欢上了陈运 不能自拔 而老车的持久战力 不可避免的大幅度 占用了小华准备早餐的时间 所以早餐等级也就相应的 从满汉全席下降到了 吐司鸡蛋加白水的丐帮套餐 大牛难免对此提出疑异 小华还是那句 早餐不能吃得太过荤腥 做人不能太双标 你每天的荤腥可没少吃 吃得那叫一个白白胖胖 大牛却成天吃素 肉眼可见的骨瘦如柴啊 这天晚上 因为大牛次日要出差几天 跟他表姑去温州搞批发 所以小华姓高才 A不对 是依依不舍地给他收拾行李 完了还问他明天几点起床 大牛的回答是四点 于是 两点五十九分 一夜几乎没怎么合眼的小华 就偷偷地溜下了床 然后来到老车的卧室 后者正盘膝而坐 翘首以待 咱就是说大牛四点起床 充其量五六点也该出门了吧 你俩就不能好好睡一觉 等他出门了再晨运 五点十分 小华送别了出差的大牛 转过身来 阵营上偷摸过来的老车 社会我车爷 人狠鹿子鞋 直接一个壁咚 就搂住小华气热了起来 那腻外劲儿 仿佛他俩才是这个家的夫妻一样 影片结束 每次都写后继 估计大伙也看腻味了 所以这回扯个独子 很多年后 当老车荣握世界高尔夫球 巡回赛总冠军时 有记者询问他成功的秘诀 老车回答 一日之记在于晨 我的秘诀就是坚持晨运 他身后不远处 生活助理兼行政总厨 兼营养师的小华 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订阅C师傅 开车不迷路